房市趋冷 豪宅市场却不受影响 信义区刚成交的黄祥玉具 甚至每瓶上看三百万元 看准顶级客户出手不手软 意大利百年精品Fendi 破天荒替台湾客人量身打造皮革麻将桌 这羊毛面那就方便我们打牌了 所以它这个都会有针对客户的需求 不管是玛丽联盟路的豹文爱椅 或是近千万的鳄鱼皮纹沙发 统统来自意大利百年精品Fendi 她则是全台湾最会卖顶级家具的人 不管是奢华的玛瑙原石桌面 低调的非洲雕刻柜 华丽的皮纹沙发 甚至一张数十万元的儿童椅 她都能说服客人掏钱 这个是我们董事长姐很爱 因为她非常的沉稳内敛 然后气派 要做金字塔顶端生意 最重要的还有服务 陈大人你好 我今天来给你做维修保养的服务 已经半年的时间了 那我现在来给你了解一下 你现在使用状况 然后给你做初步的保养 一边摸擦拭 对一边就去看 去看她有没有受伤 发现客人金属家具氧化时 她马上掏出法宝 有没有看到 那个油纸马上不见 她观察到顶级客人最重是风水 好比说沙发长度一定要300公分 代表兴旺贵子 而台湾顶级家具商机 每年至少50亿元 我有很多客人是每一样 他就全部要红制 我们意大利总部有 我有留下两三只鲁班尺 我就是跟他讲 到那个公分点 你就是不可以偷了 你不可以说 没关系少多0.5公分 少0.5公分 没有那个 我说那个没有双红制 你不要给我做 于是当骄傲的欧洲精品 遇上台湾最会卖家具的男人 也得妥协拿鲁班尺 做麻将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